这位参友,琪琪格 哈善诺 哈善诺 刘舌,你好 哈善诺 你好 这是一件 这是清朝光绪年代的 它叫琉璃萍 琉璃萍 对 清朝光绪的 对对对 有款啊 对对 光绪年制 四字款 这个是 据我爸说 我们家族是个贵宿 然后当年的皇帝 就是赠给我们祖上的这个 然后就是一代一代 这个藏下来 你祖上是蒙古族的贵族 蒙古族 当时赠给你们家族的 对对对 怎么看都像是清朝光绪的啤酒瓶 开个玩笑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二六六八二一三五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二六六八二一三五 实际上它已经是什么呢 纳玻璃了 铅玻璃我们叫什么呢 叫料气 也叫琉璃 这个纳玻璃呢 是属于比较晚 清代的时候啊 进入中国了 然后这种玻璃的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它的透明度 包括啊 它的那个色彩啊 都是比较好的 这个呢 就是发蓝发绿 还是啊 有一定的透明度的 所以实际上 它是纳玻璃了 而且呢 一般的家庭 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都是贵族家庭啊 才摆设这种东西 这件东西的 最大的一个弱点 就是什么 上口啊 略有残缺 就是啊 磕碰过 这个呢 应该说 对它有影响了 如果完整气的话 那价值还是很高的 恭喜七七哥 这个名字叫 石标右水观音 这项观音啊 标准了 它很精美 我们知道 光绪民国时期 广东的石湾窑 涌现出了一大批 专门制作雕塑佛像 和人物的 这个雕塑的公寓大师 这批大家呢 确实他们的作品呢 到现在 还被我们的海外的华侨追捕 在国外的拍卖 乡口拍卖 只要是这些大师的 真的作品 都在几十万以上 我们把这个时期所做的 这些佛像 这些人物雕作品 称为石湾窑公仔 那么这一件 观音佛像呢 就是石湾窑的作品 根据后面有个 两个章子 一个是 成风精品 一个是 周玉成作 这个周玉成呢 就是 从民国以来 也是近现代 在石湾窑 专门做雕塑的 一个大师 他的作品呢 散布在东南亚地区 他的最拿手的是什么呢 就是雕塑观音 他雕塑的这个面部啊 非常传神 非常细腻 把这个观音的内心世界 都能够表现出来 同时雕塑的 衣纹呢 还有些装饰的 这些编织的 这些东西呢 都是非常的精细 所以这件东西 我们认为就是 我们近现代 也就是 七十年代末以后 他所创造的一件 观音的利益的建筑